顺便说一句,作为采金的招牌人物马里昂 和采金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巫女小夜 还登陆了该系列在2001年推出的对战麻将奖分版 Hello,大家好,我是专注扯闲热爱跑题的不死鸟琴玄 本期我们把武装飞鸟2的坑填上 因为武装飞鸟2三观崩化的故事实在太吸引人 这期节目会着重于游戏的剧情 1910年,此篇《阿特勒魔镜碎片》在欧洲现身 《阿特勒魔镜》能够让一切愿望成真的强大力量 引起了五位冒险者以及盗贼团的Trump的关注 两位冒险者携手与The Trump进行了多次争夺 成功集齐了所有碎片后前往阿特勒神庙 在许下了一个奇怪的愿望之后 关于阿特勒魔镜的故事暂告一段落 四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 但是对于冒险家来说 更重要的事情是一个新的传说出现的 如果将散落于全世界名为太阳碎片 星辰低雨 月亮水地的三瓶密钥全部收集 并带着他们前往一座位于北极的地下神殿 向神殿中的药神许下自己的愿望 药神就会将三种密钥 合成为能够满足许愿者愿望的万能灵药 这种千载难逢的好事 在短短四年间出现了第二回 再一次引得多位冒险者 以及空贼团女王海盗 开始了一场围绕密钥的争夺之战 马利昂是唯一一个参与了上一次 阿特勒魔镜争夺大战的 上一次的冒险中 自称梅林后裔的马利昂 与来自德国的科学家艾什 携手获得了所有碎片 在成功突破重围 进入阿特勒神庙后 作为重度罗利空的艾什 抢先许下了一个让马利昂 非常头疼的愿望 只要马利昂的年纪 每增长一岁 她的身体外貌便会倒退一岁 导致如今已经17岁的马利昂 外表看上去 却仅有9岁 只能混在小学生中 不过 她的性格 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恶劣 得知神药 能够解除魔镜的影响 马利昂带着自己的伙伴 波姆波姆 再次踏上了冒险的旅途 而爱什 应该是为了更好的 能够与马利昂进行深入交流 在上次冒险结束之后 带着自己的家人 从德国移居至了英国 她9岁的侄女塔比亚 来到英国之后 成为了马利昂的同学 塔比亚和她的叔叔一样 自小就拥有极高的智商 但是身体虚弱 个性也很软弱 在学校里 每天都被自己未来的 婶婶马利昂欺负 她的母亲又患上了重病 连爱什都束手无策 在听闻了密钥的传说之后 她带着爱什发明的火箭背包 也踏上了寻找魔药的旅途 与此同时 沙俄帝国再次派出了 全新的军用机器人瓦皮罗 为躺在病床上的沙皇寻找灵药 顺便在进行批量生产前 进行最终的性能测试 瓦皮罗是以四年前派往 寻找魔镜的瓦努斯为基础 进行改良的全新机器人 除了性能上的全面进化 二者在外观上最大的区别 是瓦皮罗拥有双腿 作为一个同样拥有思考能力的机器人 瓦皮罗与瓦努斯同样 在冒险的过程中 产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而知名丁子户德库拉的儿子阿鲁卡多 也加入到了寻找魔药的冒险中 经过上百年的刻骨修行 阿鲁卡多已经克服了吸血鬼 不能在阳光下行动 以及对人血的渴望 这两个最大的弱点 但是这位阿鲁卡多和我们熟知的 另外一位阿鲁卡多之间 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英俊的外表之下 他拥有一个资深程序员的发型 以及如同生化武器一般的角色 他希望通过万能零药的力量 解决这两个难以向外人启齿的问题 来自阿拉伯地区的富二代哈克部 生于富裕家庭的他自小耳濡目染 健保的能力非常之高 也非常热衷于收藏 对于衣食无忧的他来说 收藏就是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 这一次为了寻找传说中的魔药 带着祖传的飞坛与神灯 踏上了寻宝之旅 虽然口头上宣称 对于自身浑源的体型非常自豪 但是他偶尔也会幻想 自己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美少年 或者将世界上的其他人 自己一样的身材 这样大家就能好好相处 除了以上五位之外 还有两位特别的冒险者 参与到这次的寻宝之旅中 第一位是从战国时代 穿越而来的一国武士爱因 表面上爱因是为了 帮助自己妹妹明日香 才来参加冒险 不过这并不重要 真正精彩的故事 是与其他男性之间的爱恨纠葛 如果他与马列昂同行的话 在游戏过程中 爱因会透露 他想制造一种 能让全世界都变得嘅嘅的要素 游戏中出现的大部分男性角色 甚至包括那位罗利控爱时 最终都没有能逃过他的魔掌 而另一位冒险者 则是来自魔界的莫妮卡 虽然贵为魔界贵族之一的继承者 但对于管理协调魔界里的种种纠纷 莫妮卡保持着非常消极的态度 倒是对于在人类世界中 寻找刺激好玩的事物非常感兴趣 这一次也是纯粹为了找乐子 才跑来参加这场寻找魔药的冒险 而对于魔药本身 他倒是并不感兴趣 除了七位冒险者外 与四年前阿特勒魔境现实时 出现自身的The Trump的盗贼团一样 在冒险者们寻宝图中 出现了一个不断搅局 名为女王海盗的空贼团 与The Trump的三位成员相同 女王海盗的三位主要成员 也是以时间飞船的反派三人组 为原型设计的 同样邀请了原版声用为其配音 形象上也更为接近致敬的对象 女王海盗的三位成员 沙克·布雷德和吉米克 贝雷德的名字来自于彩晶的战国之人 而吉米克的名字 则是来自对象麻战系列 顺便说一句 作为彩晶的招牌人物 马里昂和彩晶的另位代表人物 巫女小夜 还登陆了该系列在2001年 推出的对象麻将奖分版 对于他们感兴趣的朋友 当冒险者集齐了三瓶魔药 经历了重重困难 进入了地下城最深处之后 必须通过药神的最终考验 才能获得万能灵药 这位药神的形象设计 参考了日本制药企业 佐藤制药的吉祥物 佐藤匠 用一个制药企业的吉祥物 当作制作万能灵药的药神 按理来说也算贴切 不过或许是因为最终结局中 万能灵药的效果 并不如传说中一样靠谱 而且也没有几个企业 会希望自己的吉祥物 每天被人打爆几百上千次 所以彩晶当时并没有取得 佐藤制药的正式授权 不过佐藤制药对此 也没有进行太多的干预 本作的结局与初代相同 单人游戏结尾时二选一 双人游戏时依照角色的 两两组合会出现特定结局 加上DC版的莫妮卡在内 本作共有35个结局 其中大部分都保持了系列 不正经不严肃不靠谱的特性 部分结局在前面的剧情介绍中 已有所设计 由于结局数量实在太多 无法全部详细 下面会再挑一些 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 和大家分享 至于其他所有结局的详细视频 会作为分批上传 各位朋友可以自己前往观看 塔比亚与玛利昂组队战胜药神后 阿什突然出现 他希望得到一瓶 能够让玛利昂永远保持九岁外貌的药 并告诉塔比亚 他的母亲病情已经好转 不再需要万能灵药 正当玛利昂与艾时争执的时候 塔比亚向药神许下了叔叔的愿望 一直被玛利昂欺负的塔比亚 不仅彻彻底底的报复了他 还成全了艾时的奇怪缘故 阿鲁卡多在冒险的过程中遇上了塔比亚 他无法自拔的爱上了这位英俊的吸血鬼 这个外表柔弱的小姑娘 在关键时候一点都不含蓄 为了和他长相厮守 不仅逆推了阿鲁卡多 并向药神求得了长生不老药 然后一直与他纠缠到了现在 哈克布与阿鲁卡多在求得神药后 双方都想独吞神药 发生了激烈的争抢 两人失手将神药打破在了对方的身上 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从此他们成为了地下王国的亚当与夏娃 至于官方吐槽的关于哪个是夏娃的问题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瓦皮罗的两个结局中 都是依靠万能力要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步伐 不过略有不同的是 一个结局是把卧病在床的沙皇 变成了精壮的老猛男 然后得他忠心的跟班 另一个则是瓦皮罗自我意识觉醒 然后要死的沙皇自己上位 成为了帝国新的统治者 而在于塔比亚 哈克布 爱因以及莫妮卡组队时 瓦皮罗最后都变成了人形 虽然这些人形看起来都有一些些的不靠谱 最后还是扯两句关于游戏的系统 武装飞鸟在1998年末正式发布 游戏的画面从前作的纯2D 变成了3D预渲染风格 采经STG在系统方面的发展 不是按单个系列来区分的 而是多个系列运用同一个相同的系统 并不断改进 所以武装飞鸟2的系统 其实是对前一年推出的打击者19452的改进升级 相较初代的武装飞鸟 本作加入了通过普通攻击积蓄的能量槽 能量槽主要用于发动蓄力攻击和近战攻击 蓄力攻击发动的时间相较前作大幅缩短 攻击的威力则由发动时能量槽的多少来决定 而本作中新加入的近战攻击 在按下C键后会消耗一级能量槽发动 攻击的威力非常可观 由于判定范围有限 进阶释放才能进行有效打击 可以说在强大的攻击力背后 是制作组片新人玩家上去献祭的阴谋 游戏中敌方的火力设计 依然是低速高密度弹幕 与高速低密度弹幕二者相结合的 彩晶系STG的特点 但是也能感受到武装飞鸟2受到了 以怒首领风为代表的弹幕系STG的影响 本作总体的弹幕密度 要远高于其他的彩晶STG 游戏一周末的难度 对于新人玩家开始变得不那么友好 2000年 DC移植版由卡普空发行 莫妮卡也因此成为了DC版的专属角色 同时彩晶还与卡普空联合开发了 神枪机兵与卡普空VS彩晶全明星两款游戏 其中卡普空VS彩晶是一款 彩晶非常擅长的麻将游戏 不过因为发售平台 是作为家用机的DC 而卡普空也不可能让自家角色 像马列昂与小叶在对战麻将中的表现一样 所以它只是一款很正经的麻将游戏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三连并关注我 你的简单肯定与支持 对于我都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个新人UP 我会继续努力带来更好的内容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自己的见解或意见 请务必在下方留言或弹幕告诉我 谢谢观看 下期再见